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又來到新一集的 《射爆香港》 我是節目主持 蟬仲佳 今天我請來一個嘉賓 他的名字叫葉玉輝 今天繼續講一些IT和IT相關的題目 葉玉輝是香港的組織 叫做互聯網商協會 英文叫做ISP 中文叫互聯網供應商協會 互聯網供應商協會 Lento是副主席 或者我們從互聯網開始講起 可能今天也講一些題目 如果觀眾有興趣的話 可能與黑貨、安全性相關有關 以及ISP的角色等等 希望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新鮮有趣 以及前瞻性的題目 Lento我先問一下你的背景 你為何會做到副主席 你自己本身是否經營一些 這方面的業務 沒錯 我們做這行做了大概十幾年 大概2000年左右 就開始參與一下 即是跟一些行家交流一下 就加入這個 即是加入這個 聯網供應商協會 接著講一講 就幫忙開始做事 我對行業又不知道得很清楚 又不知道少少少 互聯網供應商 1934年 1995年開始在香港 開始興起 曾幾何時 香港到處都是互聯網供應商 這是我的理解 其實現在也是 大家拿一個牌子就不難 但是 真正正 真的有Flyber到家 或者做這方面的工作 似乎現在可能是幾個龍頭 我不敢說是壟斷 可能對佔有的市場比較大 這些好像中小型的供應商 生存空間 生存資度在哪裏 大概 1996、1997、1998 一直到2000幾年 我想年3、2094 都擁有很多ISP 在街上推銷 你說的 生存資度 就是現在的龍頭 就是所謂的 顧網供應商 Fixed Network 例如PCW 和記 九倉 我們不可以說名 沒有問題 至於那些 一些 secondary的ISP 其實現在還有 如果可以說名 就是Hornnet Pacific網絡 那些 都仍在租一些 資格 去做一些ISP的服務 其實他們都生存得不錯 我們其實最主要是 專注於幾件事 因為市場 就不是說一定是 孖子吃光的 即不是一定是最大的 即是 競爭力在哪裏 因為 供應商 例如Primary 我自己有Fiber去到戶 還有一些機構 就要租別人的Fiber 又要去戶 那麼 Edge在哪裏 即增值服務 通常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增值服務 就是在第一個 通訊服務上 包括可能 一個好一點的 電郵 一些貼身服務 因為 一些 聯繫 不容許 網絡 或是 這個其一 其二 可能是 一些比較 改善 設備 例如 可能大陸有間廠 有些好的 能力 不可以在大陸 收不到電郵 或者不可以在大陸 上不到某些網絡 網絡 這些服務 其實是 商業的 商業 你用商業的 是否 顧網商是 Mass Market 你們那些 或者 剛才所說的 Secondary 那些 全部都是Niss Market 都可以 商業的 是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 你說的 事實也很正確 就是 以前是 很多 Secondary ISP 現在又少了 可能是 因為 顧網 對那個 Infrastructure的 控制 令到它有 competition 增大了 而Secondary 市場 縮小了 但仍然 仍然存在 沒錯 仍然存在 其實 這些類的 好像你那樣 都做了這些 可能有 以租 固網商的 基本設施 而做增值服務的供應商 在香港可不可以說 現在 大概有幾多 我想最多有四五間 主要的 主要的 包括 Pasif Internet Honghannet Pasif Onenet 以及 Netflix 還有 還有一兩間 比較小的 這裏 大概 我不知道 是否 商業感染 Primary以外 那些 佔市場 大概是多少成 我純粹估計 大概是一成至兩成 那也不少 一成左右 但這類的 是否商業為主 是的 可以這樣說 香港寬頻 那麽便宜 100mg 1000mg 那麽便宜 那麽便宜 沒得做 即是商業的機構 有特別的 需要 那麽才做 是的 你做了這行這麽久 譬如 互聯網 供應商 其實面對什麽挑戰 面對什麽挑戰 挑戰 其實我們每個挑戰 都很靈性 包括 在商業運作上 就是 看過市場在那裏變 以前是56k至寬頻 寬頻 現在是電線 HSPA LTE 現在 可能將來演化到 可能買一塊東西 放在辦公室 那麽已經 支援整個辦公室的 電線 這麽很靈性 這個我們 無論是 顧網也好 顧網都面對很大困難 因爲他們 下條線 遲些不用一條線 全部都是電線 對 全部都可以電線 對 現在其實已經有個方法 就是擺一塊東西 在那裏 整個辦公室 支援了你的電線 可能速度未夠快 或者未夠好 但將來會好 這在商業上 除了技術的轉變 我們一定要跟著它轉變 而我們 你剛才所說的 什麽整塊東西在那裏 即我們現在 用我們僅餘的常識 即現在是3G 可能未來就是4G 即是4G 你所說的那些是4G 或者是什麽 例如說 一個 即是無線估網 沒錯 無線估網 但可能是 之後就是 用IP去送出所有的服務 包括聲音 包括可能你 上網固然是 甚至乎 可能將來 我們所謂的 triple play 那些什麽 就是三網融合 那些 可能將來就是 什麽都是用IP去做的 那件事 一個IP connectivity 駁上一個雲道 已經送出了 VOD 給你都可以 即是 無線這件事 可能將來是一個 即是 計算了 之後的 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又視乎它發展得很快 你剛才所說的那些 是用於 無線的頻譜 在哪一段 這件事 未偏培 因為 限制就是 frequency band 在哪裏 沒錯 frequency band 我們可以 會否接觸到 theoretical information limit 即技術 軟化得很快 當然 管理性 也會有影響 還有 還有 到底 可能人們鋪快把 又要看競爭 去到哪裏 可以去到幾好 很多 我們都要看著 市場 如何轉變 而去 會收拾 例如 哇 可能 broadband 可能問水 我們可能要想一下 如何去 將這些 分析 在某一處 增加我們的價值 當我們有水晶球 是 水晶球 預測未來科技發展 在未來兩至三年 或三至五年 這個 連接性有甚麼重大轉變 我想第一個大轉變 肯定是 即是全面的 即是無論是 即是 現在你說過 Netflix Hulu 可能遲些的 香港的 看影片 我們新一代也好 可能未必會 會貼到電視 可能是對於電腦 甚麼都是 IP 可能第一 在幾個層面 第一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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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會有比較大的轉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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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第二個 層面 我覺得 如果有水晶球 可能會 會是 Fiber 和 Wireless 去擁有 連接性 Wireless 可能是 Mobile Fiber 可能是 一個 很高 的 跟 生活 或是 辦公室的 之後 我預計 有很多 聲音 無論是 聲音 或是 甚至乎 你的電腦 或者是 你現在沒有開電腦 是嗎 就是 之後 你去到哪裡 都在閃開電腦 為甚麼 因為 你鑑了上 那些 用語音 全部都在雲上 你去哪裏都會用到那部電腦 你明白嗎 你可能拿著iPad 然後到街上又可以開你同樣的發行 整套東西一模一樣 即是那個 好了 我花時間講一些雲 對 聲音等 全部都在那部電腦發給予大家 再講一下 Fiber 現在Fiber 我們普通觀眾的客人 都是在用那幾個固網 三五年內 那些速度 有什麼特別的轉變 我現在真的預計不到 因為第一 我不是做工程師 不過我猜現在很多都是 例如香港寬頻 在訪問1G 1G其實都頗大 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可能之後不知道會不會再 更大 2G 3G 對 2G 3G 或是10G 10G可能是1G就會是10G 我估計 可能是 可能會朝著那方向走 至於可能 現在那些 例如說 DSL 那些什麼10M 那些幾十M 那些 可能都會有一個 現在還在用DSL嗎 有 很多 很多客人都在用 用8M 用10M 就不會變 沒有什麼需要 但之後可能會有一個 導致突然間會突然轉變 而那個可能 那個 可能 可能 因為 因為比賽 比賽 迫到一路 更新的 資格 要令到更多 更多的 給客人 可能遲些 他會被迫 搞Fiber 我想 接下來 三年的轉變 都會比較大 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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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能 顧其名 都是那幾個 供應商 做一些無線 無線 寬頻 就是 可能用3G network 去提供一個 無線寬頻 有什麼 革命性的轉變 近三五年 不要說革命 即是你估計的 一個 轉變 我想 那個 隨著 LTE 的技術 出現 應該比現在 那個 3G 技術 更加 好 在 速度 還有 可能 現在 有時候 某些供應商都會比較差 我想 估計 希望 隨著競爭 那個 服務的 就越來越好 而去到某個程度 可能是 資料 已經可以 可以 擁有你所有的聲音 變成 VIP 就行了 不用 說到兩個問題 跟ISP的角色相對很大關係 我們 以前 最初幾年前 都說 有什麼 有什麼 現在這兩年 接下來的發展有兩個重大的發展 我猜 我希望 我不是太脫節地說 一 舊魂的發展 是嗎 第二 你間間解釋一下 我跟你觀眾說 第二 就是 平板電腦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快 現實的出現實力 不要提供iPad 將來 不同形式的廠商 都出了一些不同大小的 7吋 10吋 那些東西 無論是Wi-Fi 或者什麼版 3G 4G版 將來都是一搏 搏完之後 整個雲 跟ISP的角色 有什麼相互關係 ISP提供了 對於ISP來說 雲這個技術 是能夠幫助ISP 即是增加需求 第一 就是增加需求 在需求上面 因為你如果要 一定搏去舊魂 才能夠調查到你的資料 這個是 絕對是增加需求 可不可以 我相信 一開始說雲 人們開始不太明白 有沒有一些熟悉的 應用程式 是否Dropbox 已經是一些雲 沒錯 Dropbox Evernote Dropbox 以及Google 其它的雲 是一件很大的雲 其實雲的概念 就是 他們有一個網路 在網絡上 而那個網路 不是一台機 在網絡上 你上網就能夠到手機上 但雲的概念跟這個有些不同 就是它的盡量和穩定性 即是說有些機器下跌了 它也不會下跌 例如你不會聽到Google說下跌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帳戶不是在Google其中一部機 而你的帳戶 Google的帳戶是在Google的雲 它可能不足夠的能力去塞多幾個東西 然後這部機器下跌了 那部機器下跌了 你便不會下跌 那一部便是一部雲 而雲的雲在概念上 其實可以提供很多服務 包括保存 包括應用 即是它幫你運用Microsoft Word 包括 包括直接把你的電腦放上去 而電腦就不是那個電腦 而是你的資訊 放上雲 這是軟體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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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雲的概念 對於我們供應商來說 我們當然是歡迎你上雲 但是倒轉說 你有多的需求 我們也有多些供應 也不會說 對消費者 這是一個很良性的發展 其一 其二 對於ISP來說 其實我們都可以 把我們資訊軟體 放上救運 即是我們 包括一些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服務 或者電腦服務 我們都現在慢慢 逐漸把它移到雲 令到我們服務的質素 就會比較高 對 可能遲些 你訂閱ISP ISP 就變成給線 你之餘 你之餘 亦是一個雲 這是第二個角度 第三個角度 希望網路的接觸性 都是一塊雲 但是這個可能會遙遠一點 例如這個雲的意思是 你可能 當你在路上 你可能會接觸到幾個ISP 這是比較遙遠的事 可否可以給你一個 波泊的心情感 這次是水星球 再看看歷史 香港的所謂波泊的 出大海的能力 每年增長是多少 這是我沒有數據 但是我覺得這樣 因為 所謂出大海的能力 其實每年增長很多 我說每年增長很多 原因是甚麼 我們現在有些叫DWDM 就是Dance Wavelength Divisional Multiplexing 即是說 以前有一條雲 一對雲 一條雲 它可能會搭載1G 但是現在 因為 同一條雲 同一條雲 可能搭載10條1G 然後 下年可能是50條1G 其實那條線的數量沒有多 但是因為兩邊的傳輸器 可能質素更好 其實用的技術是用不同光的頻譜 還是沒有甚麼 我想不是不同光的頻譜 而是它那些 這個我又不是專家 即是它那個 即是它那個 它那個 是可能一些 新的技術 令到它可以 傳避多些光速 在那些 那些 令到它更多 所以你說 這個就不是 你說 頻譜增加了多少 就不是一個 physical 而是一個 commercial 即是說到底 供應商 願意賣多少 我看過市場的需求 和那個 其實都是 都會越來越便宜 尤其說去一些 抑制的國家 包括美國 那些地方 當然去一些 未抑制的國家 例如中國 都是比較貴 就不關那條線的數量 而是關那個 政策的事 我們說了 那條雲 剛才有觸碰過一些 平板電腦 其實平板電腦 對那個 駕駛的 需求 或者供應 它影響大不大 初頭 出iPad的時候 有 有 有記者問過我 我說 iPad 我真的要想一想 因為 我買一部iPad 它又不是細部 對不對 我為何不買iPhone 如果要這麼大部 買一部手機 但是現在看發展 我真的錯了 即是說 真的那個 取消率很高 聽聞iPad 接著上一季 不知道蘋果下次 10月的時候 公佈 業績又會怎樣 我想iPad可能 最大的增長 那個 那 似乎是 真的 方便 還有 是 蘋果這件事 推出了 這個 對 tablet 的 取消率 而它那件事 真的做得不錯 接著 令到 例如Samsung 推出一些比較正 勢 很多MXP Motorola都有推出 對 變成那個 機動性 其實真的高很多 那些東西 Samsung又說 由中間開出很多款 將來的機動性 真的會很高 而那個 tablet 正正是最好 是使用 網路的服務 包括 你現在上 Gmail 你上Google 用一些 什麼 例如 Jobbox 全部去 分享 桌上 那些 tablet 是非常方便 而且 一揭 就立即使用 比PC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發展 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很大的 成果 其實 ISP在這裏 即那個空間 會不會有些突破 譬如有這麼多雲 這麼多 雲 等等 會不會有些新的東西 即ISP有一個任務 我想 ISP 當然有任務 因為第一 我們要 我們這些服務 都要去 搭配 即是我們要 跟隨到 沒錯 搭配 怎樣跟隨到 例如以前 iPhone要推出 我便要做到 你的電郵帳 然後你問我 Lanto 你沒有推出 推出 我們要考慮 如何量度 Bushmail 當然這個很低層 但是 對於我們來說 很正常的轉變 對於我們來說 另外就是 你開始很擔心 你可能那個 用途 那個 就是那個 圖案有些不同 對你的電郵帳 你的資訊 你的資訊 更高 你需要那個 吸引力 就可能在 網絡方面 是頗高 尤其是周末 那些時候 變了 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是 可能工作的時候 對於電腦 但是 不工作的時候 就不用電腦 可能做iPhone 或者一部 電腦 就會通過電腦 連接網絡 家裏 有些人未必有 網絡 新搬屋 有3G 可能在這裏 對於一些 網絡的ISP 是一個 是一個機會 對於傳統ISP 可能是一些 要想一下 怎樣去 遇到這個轉變 去 轉變 對的 我自己也是一個 對於網絡的使用者 例如這些 不是宣傳 做一個 HotSpot 其他 的連接性 都可以 沒錯 我們回來 我們再談幾個問題 第一 第一 停一停 休息一下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來到下半節的 我們請來嘉賓 就是互聯網 供應商協會 副主席 葉竹輝先生 Lento 上半節 我們講了很多 關於雲 平板電腦 ISP的角色等等 今天下半部 我們繼續講一下 跟互聯網有關的事情 例如 包括 網絡安全 以前 我有些朋友 他做報紙等等 都說 他們 看到 或者其他機構 他們的網站 被人攻擊 包括 DDOS 或者 Lento 你作為供應商 我想你都會見到 突然之間 可能某些網絡網絡 網絡特別大 其實 通常來說 你見到 由於你的供應商的關係 或者你們的行業 通常面對 甚麼的 安全問題 最常的 最常的安全問題 有幾個層面 好 第一就是網絡上 安全問題 就是 你說的DDOS 現在很多 DDOS 全名叫做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DDoS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就是說 在很多地方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是甚麼 它一起去 控制你 或者攻擊你的網絡 令你 服務不到正常的請求 Denial of Service 簡單來說 好像塞車那樣 沒錯 你夠箱的車去 就去不了 因為你塞了 沒錯 這個頗多 因為現在 在網絡網上 很多 這個就是另一個層面 就是很多 那些 個人電腦 可能用戶的PC 在網絡上 就是全世界 連接了網絡 對 連接了網絡 而它中了某一些病毒 它是不知道的 我們叫做機械 那些是BOT 接著那些病毒 就會形成一個網絡 我們叫做BOTNET 那個網絡 就是會收一些 黑客的指令 而那個人是不知道的 那些指令是怎樣來的 就是可能 PC自己去某一處 去寫某一些東西 寫一個指令 而寫到那個指令的時候 那一堆的PC 整個網絡的PC 就會一起去做某一個行動 例如攻擊某一個網站 或者攻擊某一個IP address 某一個ISP 某一個網絡 在一個用戶看 其實每一個人很少 每一個人 它是不覺得的 正常運作 正常運作 很多水滴 變成會聚在一條河 就去同一個地點 在收那方面 就會有很大的浪費 可不可以這樣說 用簡易術語 就是 即使一個普通人家的電腦 不知不覺地 被人種了一些病毒 在那裡 而那個病毒 就是受 某個黑客的操縱 當它發令 法律司令的時候 就不知不覺 那部電腦 就會被人 參與去攻擊 攻擊人家 沒錯 在那個 用戶的服務供應商 的角度 亦都不是很大的 所以它未必會有一個 即時的反應 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受害的就很大 就是說 你全世界一起攻擊 在香港某一個 某一個伺服器 受害的就很難搞 包括他的ISP都受很大影響 我們分兩個層面 我們 待會先說受害者 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先說 即是 不知不覺都是受害者 那類 譬如說 你和我家也有電腦 或者普通的家人 有電腦 正常理解 一個人有電腦 我都會 有些叫做 電腦病毒的 那些什麼 那些病毒 就是清除病毒的 如果我用了那些 是否一般已經可以搞定 還是用了那些 都搞不定 未必搞定 因為 你用了那些病毒刷 第一 你未必會保持病毒刷 更新 可能一天更新一次 或者一個星期更新一次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 那些病毒 它都會變 即是說 它可能會 它是會 改善到 病毒刷 因為它會 會自己變種 令到它不太容易被 病毒刷 病毒刷 如果用戶的防備 防備心 一躍的時候 例如 設置了某些 所謂的 應用程式 某些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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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更新之後 定期一個星期 就做一個 它有幾樣的 快速刷 你這個概念 大部分的用戶 都不會這樣做 都不會這樣做 等等 等等 我不是 好 再說 做了這些 第一 要設置病毒刷 第二 要設置病毒刷 不要說是日常 就算是日常 或是日常 或是日常 然後 它有些測試 通常有病毒刷 通常有病毒 也會有 做一個全檢測 或是快速刷 好 隔兩三天 做一個快速刷 隔兩三個星期 做一個全檢測 因為全檢測 通常是 可能搞兩個小時 好 做了這些 是不是 有幾多成 可以保護自己 我這樣看 病毒刷 它沒有 服用品質的保證 對 它也是 最主要收你錢 然後購入軟件 我覺得 你做足了這些 我想 都有兩三成 機會 如果你做足了這些 然後你覺得 我全靠它 我想 你起碼也有兩三成 機會 會重招 有些甚麼可以知道自己 例如一個有心人 我做了那些 還有兩三成機會 有甚麼可以做 連那兩三成機會 都剷了 你這樣就要有少少少的 技術知識 好 教授我的同事 我們聽做 例如說 你當收了一些很可疑的電郵 有些甚麼很奇怪的接觸 有些很可疑 千萬不要去 不要開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不小心開了 怎樣 有甚麼可以救 不小心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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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接著那個病毒 就自己做個鑑鑑 然後病毒檢驗 就不能夠 中了就不能夠剷 對 中了很多時候不能夠剷 尤其是某些 我們叫做Appware 不是病毒 只是做估計 即是監視你去網站 然後記住你 然後 可能有空彈一些某些網站 那些可能有時候很難清除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不要運行某些程式 因為那些OS本身會有某些防守 即是說 你這個程式打算放一些軟件 去問你 是否或是否 通常我們的用戶 未必會 有這樣的認識 通常都會是否 很多時候都會是否 這個時候 通常都要按是否 要起碼做這兩件事 如果再說100%要受到保障 那就真的要有一個 安全的認識 例如我們讀IQ 那些電腦如何運作 我想這個未必是不適合 要普通的用戶去 但100%就很難 很難 很難 我還有一個很耐心的問題 現在有些免費的電腦檢測 有些收費的電腦檢測 就是幫你檢測 其實是慢的 沒錯 其實是安裝了自己 是一個軟件 你想想 你要有一個 真的叫監守自動 沒錯 即是他會說 師傑幫你檢測 那些電腦檢測 嘩 笨蛋 對 笨蛋 是笨蛋 對 你有這個概念 即是你 比較 警察 那些電腦檢測 那他為何幫你檢測 找不到錢 當然有原因 這樣吧 我信牌子行不行 有些 有些免費的 有些什麼 微軟 或者Google 他們推出那些 信牌子會好些 信牌子和付錢 付錢會好些 是 因為他都要 他有優勢 我知 他要靠貿易去 去生存 但是 那個 用戶的習慣 都會是 即是他用了開那一款 就很難會轉 都不會轉 但是很多時候 他就會慢慢 會變得不太好 以你的知識 或者ISP的角度 即是 那些網絡檢測 即是 有些網絡檢測 互相衝撞 是不可以的 但有些可能是 我又安裝咪記 又安裝Google 那些 這些是否提到 他們 這個我就 現在即時回答 不要緊 不過我想 如果可以 一齊 應該沒有問題 我問回你 其實 作為一個 ISP 你們有時候 有些 有些 用戶 其實你們 知不知道 你們是否有 可否可 被捕捉到 比其他人的DDoS 我想你們會幫助 但是 成為Botnet 的一部分 其實你們 能否追到 其實我們比較難追到 因為 每個ISP 這個 的量 比較大 在我們角度 可能是0.00多的 的 但是 但受話拘捕的固然很痛苦 但我們未必能接觸到 但如果當它不停地 可能中了某些疫苗 接觸到網絡電腦 我們都會在某些情況下 但中招那個你們能幫到手 中招那個我們未必能幫到手 我們最能幫到手的 就是幫它離開了 或者幫它搬到另一個名單 例如你被人搜索的網絡 然後牠們當然不能上去 我們都很慘 因為我們可能被人攻擊的時候 牽連你的網絡電腦 通常只有幾招 第一招就是 你先停一停 看看它什麼時候會停 或者我幫客人搬到另一個網絡 即是他現在在搜索這裏 我搬到其他地方 然後那裏可能是 各個IP帳戶不同 我自攻擊等於什麼 等於 斬它的指鼻沙種 多一點 第三個方法就是 要求我們的上網絡 去阻止這些流行 但在那個 真正解決的問題 我們是解決不了 因為全世界一齊 很多地方一齊攻擊 那些攻擊可能來自 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 然後冰島 中國 我們一齊來 你怎會解決到 那麼多的問題 這個沒有辦法 或者可能 以保護ISP的角度來說 就是把那個 使用者的IP帳戶 在網絡上消失了 即是說 那個人想攻擊 找CK去攻擊 這樣才算 但CK 如果找不到CK 你會攻擊什麼 這樣就變成 是用這些方法 去避免那個 其實那個問題 那麼 DDOS 這個是一個 很頭痛的問題 我們 即是我們 網絡的安全 那些同事 都在投行 有什麼方法 當然是 美國也在研究 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一些 病毒 聽說什麼 IPv6 是好一點的 是嗎 其實我想IPv6 現在第一 就不是 沒有很多 IPv6 是會有一些 更多的功能 但是本身 它也可能有 其他安全的問題 是會有問題 以及IPv6 自然 就是 DDOS 這個 都會存在 嗯 可能在 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多一些方法 但是 這個問題 暫時來說 香港也沒有一個很徹底的解決方法 那 香港有什麼流行病 流行病 這個 你問一下 不是 不是 不是說病毒的病 我不是說病毒的病 一般性 一般性 一般人的IT 是的 你互聯網供應商 可以看到一般人 有什麼 在市場上 看到什麼病 看得非常多 是的 說一下 首先 我們互聯網供應商 你登入你的電郵帳 有些要電郵 我們 就會怎樣儲存你的電郵 就是 你的電郵 然後我們儲存了 變成一吋 那吋 那吋是一些聯麻 就儲存在某一處 然後 我們不會知道你的電郵 然後 下次你來 authenticate你的時候 你給電郵帳 我們 然後我們用同一套的 方法 變回一串 東西出來 然後看看 和這個對不對 即是說你的電郵 可以變成這抽 但這抽 就變不回你的電郵帳 是的 但是 我們就發覺 我們的用戶 就很喜歡 用很簡單的電郵 例如它是CK 我們就 有些程式 不如我們 讓別人遇到電郵帳 我們不如試一下 幫他遇到電郵帳 我們怎樣遇到 就是CK 用CK 或是CK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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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遇到很多 我們找到之後 找了用戶 就說 你的電郵帳很簡單 一定有黑客 可以遇到你的 我們 第一次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發覺 用簡單的電郵帳的人 很容易遇到那些 十幾二十百分 你想想 我們也會遇到 你作為黑客 就 登入你的電郵帳 就遇到你的電郵帳 然後你的電郵帳 很可能 就是你 是CK 然後你可能是CK 是Gmail.com 可能是相同的電郵帳 然後他就拿到你的電郵帳 全部一抽 一抽 火燒連環船 就死掉了 電郵帳第一個問題 就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 我們這些 很普通人 因為他自己寄不到電郵帳 很正常 真的寄不到 這個也是很大的問題 我這麼多服務 有Yahoo 有Gmail 難道我每個電郵帳 都不同 我當然是全部都一個 這個是一個 頗大的問題 而我們很多用戶 就是被人監獄了這些電郵帳 之後 不是去人去人手 監獄 而是有些機械 即是寫個計程 然後 你有Gmail.com 他便去Gmail 監獄你的電郵帳 我們就要 想很多方法 如果有一個機械 進入 連續進入幾多次 都錯了電郵帳 我們暫時暫時 那些什麼 這樣的方法 其實用戶的習慣 這是最大的問題 這是最大的病 要想一想 但這個也是很難解決的 因為人的記性 我簡單的知識 通常一個電郵帳 第一不要太短 我普通知識 不要拋錯書包 就不要太短 8至12個 最好有Alpha Numeric 包大細草 Alpha Numeric的意思是 有英文加數字 還有大細草合起來 如此類推 之後 最好不要用你的姓名 出生日期 女朋友的名字 媽媽和爸爸 也相對較少 女朋友 老婆 最好不要用 這是基本的知識 沒錯 這是基本的知識 還有 我也想過一些 我幫客戶想 真的比較困難 他可以考慮一些 第一 有數字 有字母 然後 還要考慮一個方法 就是 他自己的理想 就是 他的數字和字母 加這個服務的時候 他用什麼電郵 例如 Google 用G和E 兩個字 然後怎樣拼出電郵 第一 他有自己的方法 第二 這個方法 不是很簡單 但是 你說 有大小草 有數字 有字母 你想想 在iPad 或者iPhone上 進入的時候 多痛苦 我想都是一個關鍵 不過以前我經常都說 一句說話 安全和方便是對立的 是 這是對的 你越想安全 就絕對不方便 你越方便 就越容易出現 說流行病座 還有沒有其他 帳號是一個最大的流行病 還有沒有 第二個流行病 第一個流行病就是 我們就 之前都發生過 好像前日還是大前日 發生了一個新聞 就是 有人電腦中了疫苗 接著 有黑客人進入電腦 原來他自己在電腦裡 儲了一些帳號 而那些帳號 有人在馬匯戶口 不知在PPS 或者銀行轉帳 轉帳 轉到馬匯戶口 然後在戶口拿錢 然後那個犯罪集團 好像不知 二十多萬 雖然暫時不太多 沒有太多錢 但這也是一個問題 即是說 第二個流行病毒 就是剛才說的一件事 疫苗的確認識 即安全的確認識 是比較不足夠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想 跟政府說 可以做一些教育嗎 即是說 在API上 教別人 一樣一樣教 即逐樣逐樣教 慢慢來 令到人的安全的確認識 更高一些 即是說 儲存一些帳號 在記錄上 而對電腦的安全 不太認識 普通PC 傳統PC 當然我理解 但現在的 甚麼密碟 甚麼密碟 那些平板 怎樣做 現在好像 至少我又不是太察覺 太多這些 暫時 暫時來說 沒有 Apple就有少少特別 因為它靈寫 即是對那個 安全的 應用 應用 但是 這個是將來 另一個問題 就是 你未必會 入電話 入電話 就算入 也可能是四個字 即是方便自己 即是 他的電話 也有四個字 也有數目字 有個複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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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入四個字 四個字 九千九百九百次 一萬次 零至九百九百 一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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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甚至乎不入 不見了一部電話 那怎麼辦 這件事 另一件事 別說不見了一部電腦 等下 走去喝杯茶 讓人看了 是的 別說偷了你 真的 有涼心 讓你看了 你還死 你不見了 甚麼都改了 對不對 你不知不覺 我還死 是的 但當然 這些器材 也有一些 例如 離開 離開 即是說 你不見了一部電話 然後 你便可以上網 找到一部電話 在哪裏 封鎖去或洗 這些 這些都要有個 知識 即是想定一些 例如 你入了電話 你可能會不見 如果不見了 會怎樣做 其實是有的 我買這些 我第一件事 是想這件事 也不錯 找到iPhone 你有沒有用過 沒有 你也沒有用過 找到一部電話 然後 你可以在電腦裡 把電話 無論是 即是 黑碟 或者iPhone 或者iPad 都有這個 服務 即是 離開 對 你不見了電話 你最怕不見 裡面的東西 離開 都離開 就是iPhone 或者iPad 它便有一個服務 進入你的Apple ID 然後 你可以找到你的iPhone 在哪裏 當然你有電話 有Apple ID 有電話 然後你可以在電話 封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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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你沒有什麼辦法 對 所以我覺得Apple 還要有些改善 就是 如果還未解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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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明白 他現在就不是 是 未有多力可以識負電話 Lento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話 但有沒有幾句提示給我們那些普通的觀眾聽眾 現在面對這麼多新科的挑戰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想很難說 第一是提高安全的知識 第二是我覺得他喜歡用這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的用戶都會 是否太複雜 不想認識新的東西 這是很自然的人的反應 讓他用得很適合 但世界一直轉變 他又會墮後 他未必會認識一些新的技巧 以及一些新的安全階段 就會比較墮後 很難說很特別 就說你要做什麼就很安全 但我覺得應該是 嘗試一下用一些新的技巧 其實都會令到個人更新 有些能力都會用軸 用軸心 用軸心 挺有型的 還有 因為你認識多這些新的東西 你亦都隨著你的經驗的累積 會對安全階段更加認識 除此以外 真的想不到一些很正正的 好 我們多謝Lento今天和我們分享 ISP他們的角色 和說一些安全階段 普通香港的用戶需要注意的東西 下次我們繼續請來一些ID的朋友 和我們分享一下 普通的ICT的安全階段 他再次接受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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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